女孩在学校听说,最近的僵尸越来越多,而且自己的老师每天都会给自己包包里的神秘生物,喂新鲜的肉类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李迷变成丧尸之后,就住进了千红的家里,虽然妹妹蒙露,感觉这个女孩很奇怪,但是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,于是她对李迷非常的冷淡,变成僵尸的李迷也不能晒太阳,千红对她也是格外的照顾。 这一天,父亲出门,让蒙露不要做自己的饭菜,其实母亲去世之后,慢慢懂事的蒙露就开始做起了家务,虽然她还是一个孩子,但是却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,父亲对于李迷的到来也非常的疑惑,但蒙露知道,自从李迷来到这个家之后,自己的哥哥就改变了很多,这样认真做事的哥哥,他也是第一次见到,也许这时候的哥哥正在为某个人拼命的努力吧, 当蒙露来到学校之后,就听同学说,最近出现了很多的僵尸,而且电视上也报道了此事,为了查清楚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僵尸,他们决定利用自己的侦探能力查出这一切,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,就是这个学校里的美术老师山之内,他最近总是提着一个皮包,偷偷的躲到无人的美术室, 任田同学还曾看到,山之内给包包里的神秘生物,喂新鲜的肉类,就连他自己也吃了下去,这也就是说,山之内老师很可疑,听到任田这么说,蒙露也发现,山之内老师的包包里一定有东西,虽然他知道那一定不是僵尸,但是不管怎样,想想也还是会感觉到很可怕的, 听到蒙露也对山之内有所怀疑,他们就决定从他入手,为了找到证据,他们决定悄悄的跟踪山之内,这一天,山之内再一次悄悄的来到了美术室,而蒙露他们也早早的就躲到了这里,来到美术室的老师对着包包开始讲话, 然后还拿出了一块新鲜的肉放了进去,听着神秘生物吞食肉类的声音, 三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,吓得推到了十项,结果就这样暴露了行踪,画面一转,山之内开着车离开了学校,而三个学生也出现在了车里,本来以为山之内老师要把他们给灭口了, 却不想他的车上还放着一只鳄鱼,原来这只鳄鱼是山之内的宠物,只是因为担心鳄鱼会跑出家门,给城市造成恐慌,这才每天把他带在身边的, 不过更重要的是,自己不愿意和他分开,要我说,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变态,养啥不好,要养鳄鱼,就不怕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吗? 好在这条鳄鱼还不是很大,装进包包里就能够蒙混过关的,面对这样的老师,三个同学也是很无语,不过细心的人田发现,老师最近变瘦了,一问之下,这才知道,他最近喜欢上了这个鳄鱼吃的肝脏, 然后把肚子给吃坏了,这才导致肠胃不适,迅速消瘦的原因,不过,这大红的嘴唇,再加上鳄鱼的嘶吼,真的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啊 第二天,他们又在一起,讨论起了僵尸,可是因为排出了山之内老师的嫌疑,他们也找不出其他的线索,因此有些沮丧,就在这时,同学玉子,说自己最近在放学的路上,总是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, 而且这种味道,就很像是在锅里煮人肉一样,你这小逆子说话有点飘呀,难道你煮过人肉,还闻着想煮人肉呢 这想象力,简直是太丰富了,于是他跟着气味来到了一个民房里,在这里,他看到了垃圾桶里,丢了很多像骨头的东西,可是还没有等他看清楚,自己就被煮人给抓住了 想象着自己被杀人犯给抓住,玉子就吓得连话都不会说,然而画面一转,玉子出现在了一家牛肉面馆里,他们煮的正是牛肉 为了解除误会,老板还给玉子煮了一碗面,玉子本来还有些害怕,可是当吃了一口面之后,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看来真的是小吃货一枚了,这可把忍田给气坏了,僵尸没有抓住,倒是找到了一家可口的餐馆 我说,这牛肉面难道不比僵尸,吃这香吗?就在大家都很沮丧的时候,蒙璐说自己家里住着一个僵尸 这可引起了两位同学的好奇,并且希望他带自己去看,可是李弥今天不在家,一听说僵尸出门了,大家都开始害怕了起来 毕竟在他们的印象里,僵尸都是要吃人的呀,但是蒙璐告诉他们,自己家的都是普通的僵尸,只吃紫阳花就能够生存下来 可是一听到千红说李弥是僵尸之后,忍田就认为蒙璐是胡扯的,毕竟大家都知道,千红能够把身边的一切都看成是僵尸的 不过蒙璐并没有和他争辩,因为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回去的路上,蒙璐看到了一只蜗鸟在紫阳花上,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那个时候的蒙璐生病了,妈妈虽然受伤,缠满了绷带,但是还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他 当蒙璐买完东西回到家的时候,发现堂姐小兰又来家里借铁片了 听着小兰和哥哥吵吵闹闹,蒙璐就到墓地里去寄店母亲了 这时他遇到了李迷,两人在聊天之中,李迷担心自己给他们家带来麻烦 好在蒙璐并没有介意他的到来,再知道蒙璐从董事开始,就开始负责家务 李迷非常的羡慕,因为他是在溺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所以想请教蒙璐教自己做家务 看着如此客气的李迷,蒙璐一下子想起了记忆之中的妈妈 那时候的妈妈的手也是非常的冰凉,意识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他,直接叫了李迷妈妈 意识到自己叫错之后,就逃也式的逃开了 然而因为跑得太快,还一步小心摔倒了 温柔的李迷没有责怪他,还帮他包扎了伤口 面对这样的李迷,蒙璐真的希望他就是自己的妈妈 可是此时的李迷已经是一个僵尸了 他真的能和蒙璐成为一家人吗 好了,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 可可,何却是这么严重的呢?